當黃晶、禎哥邀請我拍這條劇時 其實我也挺興奮的 不過大家沒有合作幾十年 我一直都很奇怪 他們會安排一個什麼人物 幫我做對手戲 原來那個叫趙雅芝 對不起, 我阻止不了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 當年我跟他爭章蒙忌 在這部戲裡, 我們就會爭兒子 我好可憐